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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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电子技术实验室 面向电气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开放 承担电力电子技术课程的全部实验 DSP技术实验室 面向电气与信息类学院所有专业开放 承担DSP原理与应用 数字信号处理器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全部实验 PLC技术实验室 面向电气与信息类学院所有专业开放 承担PLC原理与应用 电机控制等课程的全部实验 计算机控制实验室 面向电气与信息类学院所有专业开放 承担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单片机原理 微型机控制技术 MicLab与系统仿真等课程的全部实验 检测技术实验室 面向电气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开放 承担现代检测技术 检测与转换 医用传感器等课程的全部实验 自动控制原理实验室 面向电气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开放 承担自动控制原理 信号与系统等课程的全部实验 电气传动实验室 面向电气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开放 承担直流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交流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电力拖动基础 电气传动及电气控制 交流似服系统 电机现代控制技术等课程的全部实验 电机实验室 面向电气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开放 承担电机学 永磁电机 微特电机及其控制 控制电机 电气测试技术 电机分析 电机现代控制技术等课程的全部实验 电气实验室 面向电气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开放 承担电气学 电子电气 低压电气 高压电气 智能电气等课程的全部实验 过程控制实验室 面向电气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开放 承担过程控制及仪表等课程的全部实验 电磁场实验室 面向电气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开放 承担电磁场 波动理论等课程的全部实验 揭示电磁现象的本质和原理 电力系统实验室 面向电气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开放 承担电力系统专业方向全部课程的实验 创新实践教学基地 面向电气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开放 近五年 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置竞赛中 或全国一等奖三项 二等奖两项 辽宁省特等奖五项 辽宁省一等奖三项 二等奖两项 三等奖一项 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 或全国二等奖一项 三等奖一名 辽宁省特等奖两项 辽宁省一等奖七项 二等奖五项 三等奖三项 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 或全国同奖一项 入围奖一项 辽宁省金奖三项 同奖三项 在辽宁省机器人擂台赛中 或辽宁省二等奖三项 省三等奖两项 在全国大学生菲斯卡尔杯智能车信赛中 或辽宁省三等奖三项 电磁检测实验室 面向电气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开放 承担与电磁特性检测有关的实验和电磁检测的基础研究 电磁兼容实验室 面向电气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开放 承担电磁兼容课程的实验及相关的基础研究 计算机基础实验室 面向电气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开放 承担计算机应用基础 计算机系列课程的软件编程 上机调试和课程设计的实验 中心作为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创新实践基地 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实验教学队伍 现有人员79人 其中院士2人 教授30人 辽宁省教学名师1人 辽宁省学科带头人4人 辽宁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6人 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百人层次6人 千人层次3人 在质量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中 依托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太豪沈阳电机有限公司 大连神通电机有限公司 大连天元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 共建了辽宁省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 发挥了重要作用 取得了突出成果 近三年 承担省部级教学改革项目五项 获宁省教学成果奖五项 现有辽宁省精品课三门 发表教学研究论文三十余篇 出版实验教材两部 与实验课程相关教材十四部 编写实验指导书十二本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二十二项 省部基金项目十九项 发表学术论文七百余篇 其中SCIEI检索五百余篇次 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十三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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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